不信眼泪 能令失落的你爱恨 难受的福水 大家好,我是泡泡聊天说 没错,他们就是陈浩铭师傅 陈浩铭大家都认识 陈浩铭有一个小他16岁的妻子 蒋丽莎 在陈浩铭最难的时候 蒋丽莎选择站在老公旁边 两人非常的恩爱 蒋丽莎也算是苦尽甘来 在结婚7年后 蒋丽莎在5年之内 泡妇产生了4个孩子 成为娱乐圈第一妈妈 这样的行为确实是很少见 要知道泡妇产 至少要休息两年才能生孩子 在蒋丽莎参加的一档中益中 她还表示自己一次月子都没有做过 有一次生完孩子之后 在半个月内就已经出门多次了 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啊 而陈浩铭也表示说 妻子之前是篮球运动员 身体素质很好 因此就没有想要做月子 另外对于两个人 为什么5年生4个孩子 陈浩铭也表示 因为自己比蒋丽莎大16岁 她很怕自己赔不到妻子到最后 因此希望多生几个孩子 以后为自己照顾好妻子 蒋丽莎在参加不可思议的妈妈的时候 她在和和节聊天时 也表示因为有四个孩子 家庭负担特别大 陈浩铭一天到头基本上都在外面工作 这四个孩子一直都是由自己来带 有时候真的累得说不出话 不得不说 蒋丽莎确实是个很伟大的妈妈 看到如今孩子们也都在慢慢的成长 她也慢慢的松了一口气 对于蒋丽莎 5年生4胎 还学老外不做月子 你们怎么看 就算了一口气